首先介紹現在的清音軟是一粒粒小的 平時可以當作零食,挺有趣 有一天我在九龍灣聲望音響的陳烈室 接受Post 76 的訪問 在訪問完之後 他們問我有沒有興趣玩玩這部i-Fi出的Sand Blue 其實當時我是完全不知道這東西用來做什麼 只不過人家勝利拳拳 我當然會用來玩玩啦 不過,我又遇到旁邊的那部Sand的Phono 這個你就不要看它很小小小 我的碟子在MBS Studio的Launch Event 就是用它來做Phono M 所以拿它回來試試,也不是很過份 講回Sand Blue 到這一刻,我真的完全毫無頭緒這個東西 用來做什麼 不過那天小室他們的一個人都極力推介 作为一个这么喜欢看说明书学习的我, 那我拿回来,和他做朋友, 不过我先说明,我用得着,我才留下他, 用不着,我当然给他,不要浪费家的位置了。 好,我现在就开一部Sand Blue来学一下,至于疯佬,晚点。 在他的盒子的侧面,已经写了一个无损害的蓝牙音响, 按字面来说,TX 即是发射器,RX 即是接收器。 Low Latency 的作用就是, 比如看电影,用这些无线的接收界面, 可能声画会不同步的, 但他写到Low Latency 的话, 即是说你这部电影是可以用来看电影的, 不过详细的测试介绍, 麻烦大家请续遇到其他影音网, 因为我的主子也是想知道这部电影是否对我用。 在输出、输入方面, 哇,也有很多, 有蓝牙, 有USB-C, 接着有 Speed Div 即是光纤, 还有RCA 红白线, 不过这些这么专业的东西, 都是那句, 不论我介绍, 开了来看看。 当你打开盒盒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有一张图文并茂的Quick Start Up Guide, 还有一张很漂亮的iFi Logo 的贴纸, 贴在行李箱上, 还有一张Set Up Guide, 可以搜索它的YouTube QR Code, 或者上YouTube打iFi Audio, 就会有Set Up Video教你如何设置。 还有一张绝对是考你眼力的安全小刷子, 不用看了。 拿出来看看最实际, 比想像中更小, 盒子已经不太大了, 相机占到三分二的位置, 好像挺厉害的。 版面上的Inno Put, 我就不再介绍了, 不过记住这些膠塞, 千万不要丢掉它, 因为有朝一日, 你卖出去, 你的买家会觉得你很爱吃这部相机的。 这粒影极都不中风的东西, 就是光纤线的转薄器来的, 都是很有用, 千万不要不见。 还有这支白色貌似很厉害的天线, 嘩, 不要理了, 先撞我上去吧。 对于这东西, 我开始有点头税了。 在机面上, 这张贴纸, 写了一堆你懂读, 但你又完全不知如何计算英文字。 而这些东西, 都是那句, 去回post76, 叫小室教你吧。 看一下正面先, 虽然好像有几粒要按一下, 但是一望就知道是什么啦, 我想应该这部东西都不难用的。 看完这个白色盒里面, 有烦牛啦, 还有一条USB去USB先的线, 还有一条小的WiFi, 不过有大的, 当然用大那条啦。 还有一条iFi专属的RCA红白线, 红色是有, 白色是左, 不用我教了吧。 好, 要看的东西都看完了, 我现在正式准备和Zanblue这部机, 玩游戏, 做朋友, 看它可不可以留在我家先。 那现在的电子在这个位置, 虽然这个大家看起来很低能的示范, 我正常说我想先拔掉这一条, 因为呢, 因为呢, 有些座币。 那呢, 就设计了这个QR Code, 那我现在设计了这个QR Code, 那我现在设计了这个QR Code, 那你就会去到这个了, Sanblue Click Set, 我要看这条, Long Press这个呢, 就是Turn On的, 好, 开了了, RX Mode, 什么是RX呢? Receiver就是RX Mode, 这里是天线, 我现在就开机, 长按这个呢, 就是开机了, 这个Bluetooth的灯, 就是斬斬一下, 那我就用个电话, 现在呢, 我就在电话那里找这个, iFi Lockless Audio, 诶, 它终于着了, 我上面呢, 就有一个Audio Interface, 那我就设计了一个Journey, 就是阿巴仔, 好, 那就见到啦, 这个是RX Mode, 那我Bluetooth了, 那如果的话, 应该是听一下这些歌的, 那这个iFi呢, 它给了一个, 它来自的RCA的Output, 那怎么办呢, 如果你的另外一个Mixer, 或者是你的Interface, 是得Phone In, 就是这些这样的, 我们叫做Headphone线的Output, 那很简单, 你已经几十元买过这些Adapter, 那插了它之后呢, 你就可以将这个RCA, 直转去这个Phone Jack, 那我现在博了, 那我现在博了, 听这个Mix了的三个字, 我就立刻有声了, 那我发现呢, 就是以我平时的耳朵去断定呢, 我觉得, 都挺有趣啊, 因为我的电话, 通常都要挖一个蓝牙的Gluetooth的, 喇叭才能听到的, 所以呢, 在我的电脑系统上面, 就是, 我的比较清楚的音响上面, 其实就不太能发挥到, 那些恐怖声, 那现在我用了这个东西, 那就可以在我的电脑的音响上面, 就可以听到, 一些高质素一点的规格, 那我用我自己的耳朵去评价, 其实这个声音真的不错, 那又或者, 如果我真的想读一些东西, 在电脑上, 其实我已经多一个材料, 譬如我在电话上, 想读一些东西, 在电脑上, 其实我觉得,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媒介, 所以这一点, 我会打算保持, 那我就去试试TX Mode, 首先呢, 我就在我桌面上面, 拨好output, 去send的RCA input那里, 然后呢, 就按下左边第二个键, 将RX Mode, 就转去TX Mode, 那一下就可以了, 那你见到信号灯, 又蓝又红, 这样斬下斬下, 就即是在找着蓝牙的信号啦, 那在这里呢, 我就用了我平时在家, 周围拿着去的蓝牙speaker, 就拨去send的蓝牙那里, 那当然怎么拨呢, 就是各个喇叭都不同的啦, 当个信号灯, 由斬散下, 变成了很稳定的绿色的时候, 就代表你已经和你的界面联系上啦, 那由于我是用RCA input的, 那所以呢, 我在这里呢, 就选回RCA那里, 一按下去就有声的啦, 看回小室这条教学片, 其实声话都挺同步的, 嗯, 整体来说, 看电影都应该没问题的, 那为了看一下它的绿色有多大呢, 在这里呢, 我就用了用音源线的喇叭, 和无线的喇叭, 停调作比较, 其实听起来的叭的秒数呢, 都真的不是很大, 不过如果不是真的听起来, 其实, 延迟度呢, 尚算合理的, 尤其是你按一按这个Slow Latency Mode之后呢, 那秒数呢, 真的好像更加縮小, 太深入的研究呢, 我就不讲了, 但是这部东西, 我又博了, 又学会了, 而且这部东西, 都真的应该挺好用, 和挺强劲, 至少我的电话, 终于可以博去我的generate里听先啦, 好, 我现在正式宣布, 这部iFi的Sand Blue, 无损高清蓝牙收发器, 正式留在我家给我用, 哈哈, 多谢了!